周末一早 儿竹新乐园外 满满排队人潮 约2400人全都额满 书假倒数10天 家长带着孩子出门游玩 有一些没有症状的 所以我们自我防务一定要做好 摸过都要 我们都有带酒精 一些小朋友我们都要顾好 最近8月3号是否可以降级 传出将会再延两周到9月6号 目前境外生已经开放入境 但入境后续遵守要 居检14天和7天自主管理 另外下周双田存在率 也可能开放到八成 原因双北确诊数 近一周都维持个位数 传出将降为中度风险区 长照机构渴望开放探视 专家认为要到达社区心灵 年底前降级有难度 因为境外移入个案 确诊的Delta病毒有12人 创单周最高 而且突破性感染有三人 都是接种两剂莫德纳 国外研究打完疫苗传播力 甚至不输给未接种者 目前台湾疫苗覆盖率只有39.49% 累计接种人次1001.4万人 疫苗不足的情况下 究竟哪类对象该先打两剂 疫苗不足专家建议还是要延防边境 否则Delta病毒一旦入侵台湾社区 恐怕一发不可收拾 记者张周鹏 曹家人台北参谋播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